主料,达蝦1400克,主料,黄瓜200克,青辣椒100克,大葱100克,大蒜50克,干辣椒2克,老抽酱油25毫升,生抽酱油25毫升,蒸鱼豉油25毫升,耗油25毫升,香醋25毫升,生姜20克,干萝勒叶5克,肉桂粉5克,五香粉5克,生粉10克,水1000毫升, 剁辣椒25克,陈皮粉5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虾子洗净干净后,放入盆心里出多余水分,照其需要的调料,喝配料,香料,配料,放200克底油,将干辣椒把油烧到五层热时,放入虾子翻炒,炒到虾子变红后加生姜,萝卜叶,陈皮粉,肉桂粉,五香粉, 继继续翻炒,炒到底油变红,加入,香醋,早抽,生抽,蒸鱼豉油,好油,翻炒,加一升水和大蒜,盖上锅盖大火煮45分钟,煮到水还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,加入,大葱,黄瓜,青辣椒,烂煮,等水快烧干了, 加入,加入,大好的水淀粉,就是水和蒜粉,苹果翻晕,烹煸技巧,大家一定要炒透了,才可以加水,不然味道不香,在做这道菜时,吃不用爆炎,胡椒,味精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